嗨,大家好,我是崩妈 昨天看到一篇文章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 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与您分享 人生在世虽然有先天的不同 但幸运的是 每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 怎么使用这24小时呢 就决定了你是活在哪个世界的人 忙碌可能会辛苦 但你能在内心感受到资深的成长 以及生命的厚重 闲散可能很轻松 但当懒惰慢慢吞噬内心 最后只剩下空洞和虚无 竭尽全力,心情忙碌 虽然身体会感到疲惫 内心却总是悠闲安宁 这大概就是忙于闲最好的状态 学会忙里偷闲,苦中作乐 当你活在忙于闲的平衡境界里 才能抚养自得 享受生活的乐趣 成就,人生的意义 这碗鸡汤我要先干了 话说好的生活都是忙出来的 我要开始忙碌了 努力向美好生活奋斗 今天是周一 只有三个孩子吃饭 一个孩子今天还回家了 本来打算烧四个菜 菜单打着打着都变成了五个菜了 三个人烧五个菜 那每样的菜量就可以稍微少点 今天来煎个烧烤味的鸡翅 少不了的烧烤料倒上 准备了南瓜和红枣 等会儿给孩子们烧个甜汤喝 把南瓜和红枣放到蒸壁上 蒸15到20分钟左右 其实我这人就是个迷迷糊糊的人 这记性也不好 说好的买店也忘记了 这天气没店呢真是没法活 让哥哥帮我洗菜 我赶快去买店 哥哥经常在厨房锅打下手 把这些活儿交给他干呢 我还是很放心的 着急忙慌的飞奔回来 看我的小帮手已经帮我把菜洗得差不多了 就是这土豆削皮削得他胳膊疼 赶快让娃休息 哎老妈来干 说是菜量少点 我看这又洗了一盆 先把土豆切片 等会儿烧个干锅土豆片 干锅土豆片的土豆呢 需要提前用油煎一下才好吃 我记得之前有些网友给我留言 冯妈我看你每次做饭也不嫌麻烦 又是煎又是过油的 其实对于爱做饭又乐于做饭的人呢 最开心的事情并不是烹饪食物 自己食用 而是分享 做饭很需要别人的鼓励和支持 当自己做的饭呢 被人赞赏和喜欢时呢 这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所以我做饭都是怎么好吃怎么做 麻烦费事都没关系 这应该是真爱吧 西安最近的肉价涨了 我今天买的五花肉是35块钱一斤 其实有着吃肉的钱呢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改善生活 吃鱼和虾了 改天给孩子们吃鱼 不过鱼我之前做过 西北孩子对吃鱼虾都很一般 还是喜欢大块吃肉过瘾呀 这也形成了我们陕西人粗犷 豪爽的性格 今天呢配菜准备齐了 眼看着时间都快十一点半了 赶快开火炒菜 什么叫关键时刻掉链子 该你倒霉了喝凉水的塞牙份 你看这会儿气又没了 苍天呀大地呀 这又导致了半天天然气 这会儿又好了 刚才好像是没有电池了 今天呢时间来不及了 炒菜过程也没办法录了 本来打算烧的糖醋茄子 也没时间烧了 妥妥的又成了四个菜 素菜可以去掉一个荤菜 不能少 最后烧个南瓜糯米甜汤 蒸熟的南瓜 加糯米粉和一丢丢糖 揉成不粘手的面团 团成小团子 开水下锅 再来上一勺牢骚和几颗红枣 南瓜糯米丸子甜汤就做好了 这个汤呢补气血 冬天手脚冰凉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 烧烤味的鸡翅也煎好了 最后撒上芝麻就可以出锅了 还好还好 整点开饭 今天的菜色我不是很满意 应该把一盘菜花炒西红柿 换成一盘青菜炒香菇 应该更好 菜也上桌了 学生们也回来了 今天的菜色没有搭配好 而且我刚尝了一下菜的味道 感觉也没有以前的好吃 应该也是今天的时间比较紧张 我也炒菜有点着急了 每次都希望自己能做到100分 但是今天给自己最多打80分吧 心情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开心 慢慢学习慢慢琢磨吧 希望以后可以让孩子们吃到更可口的午餐 帮妈加油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